接下来新闻要提醒单车族注意了 如果说你没有加装反光装置跟铃铛的话 可能是会吃上红单的 现在全国同步扫荡这个单车的违规行为 像在高雄市的钢山分局就一口气开出了20张的罚单 有一名单车族呢 还因为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没有铃铛就被罚款 因此把罚单给po上网 痛批警方抢钱 单车运动已经成为全民盛行的户外休闲活动 只要到周末假期 民众都会举家骑自行车 甚至还有热血单车客骑车环台 不过有一名民众骑单车运动 居然因为没有装设单车响铃和反光标志 被警方开了一张180元的罚单 罚单被po上网 网友大呼根本就是在抢钱 脚踏车是在嬉戏 所以他拦下来劝导 继而发现说这部脚踏车 没有装设警铃啊 这些反光灯号的这个形状 油电双掌让民众吃不消 本来想骑单车省油钱 没想到还因此被开单 不过从4月1号起 依照道路交通条例 的确有明文规定 需加装车铃 车灯和反光号制的设备 知道前灯尾灯要装 那个车灯他不晓得 前都不晓得 都不晓得 我买的时候他并没有建议 或者说规定说一定要装 我也不知道说要装 脚踏车也有罚则 许多民众还是第一次听说 虽然单车践行危险度较低 但民众还是花一点 小钱装设安全设备 安全保障也会多一些